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他经常主动找某一个朋友 但那个朋友平时都不太想找他 他觉得对方根本不重视自己,对这段友谊觉得很失望 那时候我只是听着他发怒哧,听着他神,让他心里可以好过一点 但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明白,是因为他没有令对方有足够需要他的程度 所以很少会主动找他 嗨,我是安姑娘,欢迎来到我的言语治疗室 我会在这里分享如何面对不同人类关系的课题 和你一起学习和成长 也会分享一些我平时做言语治疗师的所见所闻和体会 那今天我们就谈一谈如何可以增加自己给需要的程度 令到别人更加重视自己 我觉得这不仅适用在朋友的关系 伴侣、家人的关系其实也是一样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朋友之间的关系应该单纯一些 不应该那么功利主义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 特别是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关系 我觉得根本没有需不需要这件事 大家有共同的回忆 相处的时候快乐其实已经很珍贵 但后来再带那些出来社会工作 维系关系的模式和以前很不同 以前上学读书已经很自自然而 大家会有个机会聚在一起 但当之后大家都拨了业出来工作 所以这些关系维系的模式和以前不同 用需要和被需要的角度去解释 去理解 可能会令到自己的人制关系更顺利 就从最简单的工作关系开始 因为一间公司的运作 他们需要某些工作技能的人才能维持 而你正正拥有公司需要的能力去解决问题 也认为你这个人适合 所以老板会聘你 这就是工作关系里的一些被需要和需要的部分 在学校的时候 朋友其中一个 虽然不是全部 但其中一个找自己的原因 就是因为可能自己懂得做某些功课 所以请教自己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主动去找自己 除了一些实质的需要之外 心理上的需要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每个人都需要快乐的感觉 你的朋友都不例外 现在想起来 好像是 我自己和某些朋友比较亲近 比较喜欢跟他们一起玩 是因为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我觉得很快乐 很开心 而自己会避开的朋友 不是太愿意一起玩的朋友 通常都是价值观不太适合 没有办法好好地聊天 觉得不太舒服 所以没有什么想找他们的感觉 咦? 那就是因为朋友 满足了我对于快乐 对于开心的需求 所以我自己主动会找他们 这个也是为什么 如果你和对方有些共同兴趣的时候 特别很想和对方继续聊 是因为对方满足了人 作为一个群体动物 本来就很需要的心理上 一些连结的感觉 所以预期因为朋友不找你 不重视你而闷闷不落 觉得对方应该要主动找你 其实你自己可以在日常一些小细节 那里增加自己被需要的程度 令到对方觉得你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或者跟你一起相处的时候 是觉得舒服 那当对方需要帮忙 或者想要一个开心 快乐的感觉的时候 他就会想起你 然后主动找你 有些人会说 其实我已经做完刚才你说的事 生日时又送生日礼物 都很体贴对方的需要 为什么对方好像 都不是那么重视我 这个结果 其实有几个可能性 首先就是 有机会你所做的事 其实不是对方真的需要 例如生日送生日礼物 你送的礼物 对方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呢 是不是真的需要呢 我自己为你 我自己有时都会收到其他人的礼物 记得以前有个朋友 送礼物呢 就送了很多零食给我 收到礼物 其实人一定是开心的 但是真正认识我的朋友 知道其实我不是真的 那么喜欢吃零食 特别是甜的零食 去到这么厉害的程度 我自己其实是 会敏感的 如果吃太甜的东西 我记得那时候的礼物 是很丰富的 而里面呢 最多的呢 就是过分甜的牛奶巧克力 其实牛奶巧克力里面 有一半都是糖 是超级甜的 所以那时候呢 很意外收到 是很开心的 但是我不会觉得 对方送了这份礼物 给我之后 会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 那第二个 觉得对方 都是不重视你的原因 就是 其实对方 就是真的不重视你 所有的关系 都是相向 需要大家的付出 如果你的付出 令到你觉得很辛苦 反而要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自己 要去到一个 开始有些过分付出的程度 都要和这个朋友 去亲近 身边会不会 已经有其他更加值得 你重视的人呢 第三呢就是 第三个原因就是 就是对方 其实他是重视你的 只不过他 没有用一些 你感觉 被重视的方式 去对待你 例如 你期望对方 每一次收到你的 Message 都要很快地 服你 才觉得对方 是重视自己 但本来 对方就有对方的生活 甚至可能 他的工作 是特别忙一些 即使多么重视你 其实都没有可能 达到你的要求 以上我说的这几种可能性 其实是 很难去察觉到 即使你估起勇气 去问对方 对方有机会 会因为礼貌 出于礼貌 避免去说一些 伤害到你的说话 所以 不会如实地去答你 我们可以做呢 只能够是 用一个不勉强 自己的方式去付出 每一次相处 都是希望大家 可以创造美好的回忆 令到对方 知道你可以 帮他解决问题 或者从你身上 找到快乐的感觉 这个是 能够拉近和对方 距离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控制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希望你听完之后 可以多点留意自己 擅长一些什么 去帮别人解决问题 或者尝试仔细观察 对方真正的需要 大家一起创造 化乐的回忆 对自己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 很珍贵的礼物 那如果 对于今天的 题 有一些感受 或者想法 都可以通过 Instagram找到我 那我们下次再谈了 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